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劉駕花園跟清田東的頻道 我是Alan 好久好久沒有更新新的影片了 因為二月這段時間真的是非常非常忙 行程都拍的滿滿的 雖然說沒有市集 但是FUNCIFU這邊辦了一些像調酒的活動 然後又辦一些小小的市集 那再來的話就是二月 因為剛好卡到過年 然後再來就是台灣的228連假 所以這一段時間真的是非常非常忙 所以一直都沒有時間來更新新的影片 那今天這個影片的話 我想要來跟大家回覆一下 就是其實這一段期間有很多人私訊我一些 包括植物的問題 然後養殖上的一些相關問題 所以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回覆一下 就是這一些問題 因為很多朋友提出來的問題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棒 那今天的話 我就稍微整理幾個 我覺得蠻想要跟大家來講的 所以用這個來回覆 那第一個就是 很多人會問到就是 葉夫的苗這些 我們要怎麼去澆水 那什麼時機該換盆 那這個的話 等一下我就來跟大家來簡單講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因為前一段時間我們有講到就是養根的重要性 那有些朋友來問說 就是要怎麼樣判斷植物它的根系漂不漂亮 其實我覺得根系漂不漂亮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就看植物的飽滿度 飽滿度 那接下來的話也是會有一些影片來跟大家講 那過年這一段期間的話 因為剛好是一段強烈的含有 所以最近的話其實植物顏色上色都很漂亮 因為非常非常的冷 然後雖然說有下雨 但是其實植物的狀況都蠻不錯 那這個在根系上面應該都是蠻棒的 然後再來的話 有朋友在問我 問到就是 因為這一段期間的話 大部分是景天科它的開花季節 那很多人問到說 像植物的開花我們該怎麼去處理 那我這邊的話就簡單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開花的一些東西 我們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去讓花 花的效果效用來講的話 花發揮到最大 好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囉 OK 那我們就先講到開花 那其實像秋冬這段時間的話 都是多肉植物 比較多會是景天科 尼史蘸鼠它們在開花的季節 你看這邊的話 幾乎每一個都有一個長長的花梗 那很多朋友會問說 這些花梗到底該怎麼去處理呢 其實花梗來講的話 它有蠻多的效用可以去用的 當然第一個來講的話 植物它要開花的話 其實主要是它們繁殖的方式是這樣子 它們是開花 然後可能有蜜蜂啊 蝴蝶啊來授粉 這些的話都是它們繁殖的方式之一 那當然它在膠種 在我們 像我們這種觀賞用的話 其實你膠種還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那如果說大家對膠種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發揮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這個都有介紹一些我們膠種的一些事項 然後很多朋友會問說 為什麼花梗開了之後 然後剪掉它又一直又冒出新的 因為其實植物的話它們到這個季節 它的開花激素都會特別的高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不想要留花梗的話 那你就是等到它長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你就把它剪掉 但是如果說它還在這麼短的階段 你把它剪掉 它的開花激素一樣很濃 它就會再冒出更多的花梗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剪掉的話 你可以等到它有大概到這種長度 有這種長度的時候你再剪掉 剪掉的話它就會 植物會自己意識到自己有開過花了 所以它開花激素應該就會多退一些 就是意思是說 我們把這個開花激素先耗了一部分之後 你再把它剪掉 它這樣就比較不會再冒出更多的花梗 當然還是有可能會再冒出更多的花梗 那花梗剪下來有什麼效用呢 我拿這個來當案例 你可以這樣把它折下來 折下來之後其實 它這個的葉子 它這個的葉子它的養分其實是非常高的 因為植物在開花的時候 然後它在養分都會主要都供輸在花梗上面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有時候開花 植物會稍微歪掉 那像這樣子的花梗它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葉子 你可以把這個葉子拆下來 這樣子 它這樣子的話你讓它啞點有起來 你其實把它做葉膚 這個葉膚成功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是我們花梗的作用之一 然後這邊的話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煉心的花梗 煉心的話這個季節其實開的也非常多 你看像這邊的話它會開非常多 那煉心其實我自己觀察到 煉心其實它應該是可以自花受粉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它有一些 有一些感覺它的脂肪都比較飽滿了 都比較飽滿 那像這樣子的話有時候我們會把它留下來 像這樣子的 像這樣子的 我們會把它剪下來之後 直接做千叉 那它有可能會繼續開花 像這樣直接做千叉的話 其實蠻有機會變成墜化 就有點像這樣子 有點像這樣子 蠻有機會變成墜化 其實這一種的話 像我有蠻多顆的煉心墜化 都是這樣子來的 那當然煉心它的花梗很長嘛 那這邊的話 其實你把這邊剪掉 你也可以這一節 這邊的葉子都拔下來做葉膚 或者說這一節 直接拿去做千叉 它有可能在這個葉子的地方 會再長出新的芽 好 這一個就是煉心的花梗嘛 如果說你想要用剛剛我講的那種方式來做千叉的話 你可以把它分成幾段 你可以先把上面這一段 這邊 這邊拿去千叉 有機會 有機會它會變成墜化 或者它會長出一個像群生的 那這一段的話 你可以把它留下來 留下來的話 你可以做千叉 就是直接這樣子叉上去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有芽點 所以它這邊的話 有機會再冒出新的側芽 那如果說你覺得它太長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分成幾段 直接變這樣子 可能擦這樣子 擦這樣子擦下去的話 其實它這邊都有機會長出側芽 這個大家都可以玩看看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直接讓千叉的話 其實你把葉子拔下來做葉膚 只要芽點就起來 它這個機率都很高 那當然花梗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我們會把它拿來做膠種 像這樣子的膠種 這個是前段時間 這一顆是藍絲絨黑莓 然後這些的話 我之前拿七浮繩來膠 感覺起來 這幾個脂肪都有比較膨脹 應該是有機會過 但是還是要觀察看看 這個就是感覺起來 它裡面的種子 應該是有成熟的 所以這個都可以來觀察看看 這當然是開花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那開花來講的話 其實多肉植物 它的花都不算漂亮 但是其實有一些的話 它也是蠻漂亮的 所以劉媽媽她會把這些像 這種花把它剪下來 直接拿來做插花 其實也是蠻漂亮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花做一些裝飾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蠻OK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花你這樣插下去 它也會吸水 它也會發根 它也會可以當作一個裝飾 其實我覺得都蠻不錯的 所以如果說有一些花 真的很多的話 你把它剪下來插 我覺得都還蠻棒的 那這一顆的凱莉 凱莉大家應該不陌生 其實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講過 其實像大捲肉這種的花 這種的花梗 我們都一定會把它就是糞生季節 像這個的話 雖然我沒有把它剪下來 其實你這邊把它剪下來之後 牽插 它就會再發芽 其實這個你看它卡在上面 就已經發芽了 這邊的話 就是它之後會長出一個側芽 這個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 因為有時候大捲肉 它們在開的話很多 所以像這個你把它剪下來 直接去做千叉的話 它這邊就會冒出側芽 所以花梗的作用真的是蠻多的 好 那接下來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留家花園 葉芙的地方 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葉芙區 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這邊會做一點遮雨跟遮陽 因為葉芙的話 其實陽光不用太多 所以把它放到這個空間 我們把它就是做一些遮雨 然後遮陽 這邊的話就是前段時間敷下去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個的話 昨天我有澆水 但是我澆水我就是用花灑 稍微噴過去而已 像這些的話 這個是劍絲香檳 這邊的話 雖然說有一些都沒有 沒有葉芙出來 不過本來就是這樣 葉芙機率不一定是完全都會有 像這個的話就很多 雖然說小小的 但是有一些是沒有出來的 這些有一些都是需要再整理的 葉芙並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這邊 這個都是前段時間敷下去 那像這種的話就是我們 我們也不管品種 我們就把它直接丟一堆 有出來就沒有 有沒有就沒有 這邊還是會有空很多 那像這邊的話都是一些寒肉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是月影肚裡叫種夢露的 這個是之前直播的時候 扒的葉子 那它也都開始長芽了 其實葉芙就是一個機率而已 並不可能說每一個都出 所以大家如果說有一些葉子都枯掉 就不用灰心了 因為它本來就是個機率 如果說有出個一兩顆 其實都算賺到 然後會有朋友在問說 什麼時間點該給水呢 其實像這樣子 這個的話 這個其實我剛擺下去 這個等一下我會用花灑 就是稍微噴一下 讓它表面稍微濕潤 大概變成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其實有一些都會發現說 它的芽點的地方都開始長根 那長根的下一個步驟的話 就是長芽 當然有一些它只長根不長芽 好 那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這邊的話 這個是應該是之前在Air Magic 就是台灣滷肉飯 他們那邊買的一些精品肉 那這邊的話 我印象中應該是10月20號 把它孵下去 那觸芽率都蠻好的 那這些的話因為還不夠大 所以之後還會再整理一下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之前孵出來的 其實這邊的話都可以做移盆的 只要說像這種大小 有一些到了可能兩吋 兩吋半 三吋左右我就會把它移盆 但是一定會有一種像這種這麼小的 它可能一吋都不到 一吋都不到的話 我們就會把大的移走之後 小的我拔起來之後 然後我會像這樣子 我再重新擺下去 重新擺下去的話 這樣子它就可以比較有空間在生長 就可以比較穩定一點 那像這邊的話也都是前段時間敷下去 其實這些的話有一些都可以去移盆的 就是移碗之後小的 小的再把它整理起來就可以了 那水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在葉膚的水分並不重要 但是如果說它到了像這樣子的程度 你的水分可以稍微給足一點 讓它可以大比較快 所以說我們在用葉膚的介質來講的話 我們保水度是高一點點的 我們會見到讓它有點濕潤 讓它找根之後 它可以有水可以吸 這樣子來講的話 它的葉膚成功機率就會大很多了 像這些都是前段時間 像這種把它大的種起來之後 小的 小的我們再把它重新排起來 那等到它稍微比較穩定一點 我們再把它拿到原子去曬 那這邊的話就是路徑 路徑這裡我們就是整盤整盤擦 然後如果說它大到一定程度的話 我們再來移盆這樣子 像這邊這一盤的出壓率就很棒了 這個應該是 野馬東雲 然後玫瑰娜娜 再來的話 Pink Tip 很多 這邊的話 這個就需要移盆了 因為它都有到一定的大小 但是像這種比較小的 我就會把它再移過來這邊 就是我們再重新整理 就是讓它有新的土可以抓這樣子 好 那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前一段時間收到的寒肉 那現在的狀況 那因為有朋友問到說 要怎麼判斷說 這一個植物的根系是不是穩定 那是不是根系夠旺盛 那這邊剛好有幾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顆是紅褲書 你發現說其實像這兩顆跟這一顆是一樣的 這個都是一樣的 但是你會發現說這一顆的顏色 這一顆的形態 其實跟這一顆的狀況真的差很多 所以你看就可以這樣去動看看 就是知道說這一顆的植物 它可能根系出了問題 所以它的形態才會變成這樣 其實變得有點像石化 但這個狀況不是好的 像這個就是比較好的狀況 那還有的話就是像這一顆 特別拿這一顆出來 這一顆其實它種很久了 這一顆種很久 但是你看它的顏色 這個其實大家應該覺得很漂亮 但是其實這一顆因為它太乾了 太長時間沒有給水 所以它這一顆的顏色會很極致 但是它這個根系其實是不漂亮 你看這樣子一動 它就會很明顯的在搖 所以這個的話 它就是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它就是過乾 過乾的話 它變成說它的根系稍微有點敗壞掉 敗壞掉的話 它現在你就算給再多多的水 它也沒有辦法吸收 雖然這樣子的形態很漂亮 但是這個不算健康 所以其實像這種的話 我們會 我會把它拔起來 然後把它下面的枯葉整理一下 然後再根系稍微理一下 然後再重新的種 我把這一顆拔起來給大家看 這個因為剛剛我有給水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濕的 你看這個的話 它下面根系 這個都有點是類似像根梅菌那一種的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我們會把下面這一邊都清理掉 它這裡你看 其實因為它已經乾到 就是整個根系都敗壞掉了 所以它中間這一段 這裡是軟掉的 所以這個就可以判斷出 這一顆的根系就有問題 所以你這樣一捏 這裡面都是軟的 所以像這種的話 就一定要把下面這一段給剪掉 剪掉之後 你就是把 就是它的傷口晾乾一下 然後再重新入盆 這個就是很好的很好的範例 那如果說像這種比較穩定的 這種如果說你現在把它拉出來 它的根系是長滿的 因為像這樣子 它都是很飽滿 所以你要再判斷它的根系 漂不漂亮之前的話 其實你看像這個的話 雖然說好像有很飽滿 但是它下面有不正常的耗葉 這個也是根流菌 這個也是根流菌 它這個算不正常的耗葉 那不正常的耗葉的話 它就會讓這邊的葉子一直耗一直耗 因為它吸收不到養分 所以說它就耗自己的葉子 來吸收養分這樣子 那像這種就是它很飽滿 這種都很飽滿 這個一看你會覺得說 這個根系一定是很棒的 那這一顆的話 這一顆的話應該還OK 但是感覺起來沒有像這個這麼好 你看這個它的根系是 才剛發而已 這個才剛發而已 那這一顆的根系 應該就比較穩定了 這樣就可以比較出來 你看這邊是 它開始有點綠的出來 那這邊的話 因為它的根系才剛發 所以看起來顏色很紅 那像這樣子的 它這種很飽滿的狀態 這個都是 它的根系是漂亮的 這邊的話就還蠻多的 像這個都是最近種的 然後這個也是前一段時間收到的寒肉 看起來狀況都還可以 但是其實還是會死掉一些些 像這樣子 其實像這個的話 我覺得根系可能也沒有到很棒 像這個顏色就很漂亮了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帶大家來看一下像這個 這個雖然說 大家有的人會覺得說 像這樣子的形態很漂亮 就是顏色非常非常極致 但是其實像這樣子的狀況是 它的根系一定是不夠漂亮的 因為這個的話 為什麼它會變這種形態呢 這個就是 它已經過了它的永久微雕期 就是我再怎麼樣給水 它的根系都吸不到水 那下面的根系也應該都已經被我敗壞掉了 但是我這邊把這個葉子拉出來 你會發現說 這裡面有一些細根 因為它下面的根系 這邊盆內的根系來講的話 可能已經敗壞掉 但是像它們多肉植物它的生命力其實很強 它這邊又發出新的根系 然後想要去抓更多的水 所以像這種的話 這種的話 因為它下面已經被我們太乾 乾到就是可能整個根系敗壞掉 那這個的話 它發出新的根系 為了想要新的生命 所以這個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拔起來 然後可能牙拆一拆 或者說耗葉清一清 然後整個再把它種下去 重新整理一下 所以這個的話 大家就可以很簡單的去判斷 這個就是乾到太乾了 過了它的永久微雕期 變成說它根系是吸不到水 那整個根系是敗壞掉這樣子